一人蹦架架 現前因欠債全部破產 許多好友因此與他絕交 日前他到嘉義最有名的 林聰明砂鍋魚頭用餐 卻意外發現老闆 竟是自己41年前的好友 如今對方已是年受破譯的知名餐廳老闆 負債中的他與大老闆同框 迎來大批網友狂酸他 是不是又要借錢了 所以用他發出長文表示自己的確開口了 但不是開口借錢 而是向老闆與他的女兒 討教經營生意的智慧 後來他要在社群平台分享 與林聰明女兒林家惠的合照 表示對方建議他聽取顧客的意見 適度改進才能取得經營上的平衡 弘加加表示一次偶然的相遇 讓自己多了一個學習的對象 也激發了自己創業的想法 迎來不少網友留言為他加油 請到財經給你 請到財經 請到財經